嗨,大家好,我是Coco,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现在呢是2020年的3月22号 截止今天上午9点 加拿大的政府公布了本次新冠疫情的这个相关的数据 那全加拿大呢目前一共是有1302例确诊 新增69例,有19例死亡 这就是整个加拿大目前的这整体的情况 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 这两天有这样一则新闻在我们海外华人当中 可以说是引起了非常广泛的讨论 那就是有三名华人呢 在多伦多的一个西人超市进行购物的时候 他们都戴了口罩 而因此被西人超市的工作人员强制驱逐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则视频 他们都被迫害到 fungłbym 不但她是干脆的 幸好 你看 不但是我 在这个视频里呢 这个西人超市的工作人员 在驱赶着三名戴着口罩的华人的时候 他问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你知道戴口罩没用吧 第二个问题是 你为什么戴口罩 有病才戴口罩吧 第三个问题是 你有病为什么不待在家里 那其实这三个问题啊 就是整个西方的社会 从政府到普通老百姓 他们对待戴口罩这个行为 普遍的一个看法和态度 那反观来讲呢 其实我们会发现 华人对待戴口罩这件事情 和西方人的认知 有完全完全不一样的 相反的这个观点 就是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后啊 我们很多海外华人也在关注国内的新闻 然后国内是从政府到专家 到各个基层的干部的督促等等也好 都是向公众传达的一种是 第一点 我戴口罩是预防这个新冠的最基础的一步 就是戴口罩是非常能够有效的来防治新冠病毒的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给我们的感觉是 那第二点就是说 你到了一个公众场所 你必须佩戴口罩 这是一种对他人和对自己的这个保护 而到后面基本上已经可以说上升到了一个公共道德的这个层面 就是说你不戴口罩是不道德的 这两种观点其实是已经在这么多个月下来 已经根深蒂固了 所以在国内疫情爆发的时候 我们很多海外华人也是第一时间就是赶紧在这边来抢购一些口罩 然后寄回国 而现在呢就是在海外疫情爆发之后 我们的很多国内的亲朋好友呢 也是第一时间想到说 你们口罩够不够用 需不需要 然后我们华人呢也是在第一时间囤了不少的口罩放在家里 那我自己也是这样做的 但是就在这样的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常识和一个非常常规划的一个 一个对口罩的这个认知的这个情况下 我们却在这个海外遭受到了非常尴尬的这样的一种局面 因为我们发现在西方的这个国家 他们从上到下的这个认知并不是这样的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他们是怎么想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就以加拿大为例吧 就今年一月份开始啊 就是加拿大开始关注这个新冠疫情的这个传播 而当时呢各个省份 他们的很多政府机构啊 新闻节目啊还有各种专家啊都 老百姓都对这个戴口罩这件事情有过非常广泛的一个讨论 那他们的认为的观点是怎么样的 首先就有专家在各种节目啊 在各种的社交媒体上 对大众传播的这个态度是 第一他们认为不建议戴口罩 为什么这样呢 首先第一点 他们认为在一个公共开放的空间是没有必要戴口罩的 那第二点他们认为 不会大部分人是不会戴口罩的 为什么他们我们就看到有些人他们戴口罩的时候呢 就是把口罩戴在这个鼻子下面 然后还有人呢就是戴了口罩之后他还会用手 就是可能接触到外外面东西的这个手再去抠抠脸啊 或者怎么样 等于说他戴口罩的这个行为是不够规范的就没有意义 那第三点他们认为 他们对防疫防治新冠病毒 他们的认知是你只有很近距离的有一段时间的接触 才有可能感染到新冠病毒 而你比如说在一个公共的空间如果交错啊或者怎么样 他们认为是不会感染的 所以他们从这三点就认为说是戴口罩没有意义 那么好了 那他们认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有必要戴口罩呢 那首先是在医院的这些医护人员他们认为是有必要戴口罩的 那首先第一点因为医护人员工作的这个空间是相对病人比较集中的一个封闭的空间 那第二点医护人员他们有专业的知识 他们会非常清楚的知道就戴口罩的这个整个程序啊标准的应该是怎么样的 那第三点呢在医院里他们有专门的来处理废弃口罩的这样的一个处理的程序 所以他们认为在医院的医护人员是有必要戴口罩的 那第二点生了病的人应该戴口罩 而生了病的人呢他们认为就应该待在家里就不要乱跑了 所以综上这些所有的观点就是从政府到医疗机构传递给公众的这个所有的观点对待口罩 他们认为第一点你戴口罩预防新冠病毒没有意义 第二点生病了才需要戴口罩 而第三点就是健康的人是没有必要戴口罩的 所以这些观点呢其实是在普通大众的这个认知里面是已经达成共识的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会对华人戴口罩有这么大的反应 那么他们认为就比如说你不戴口罩了 那你怎么样的行为才是能够预防这个新冠病毒呢 那在这里的这个西方的他们的整个宣传是这样的 那首先第一他们强调了三点 第一点是洗手更重要 所以在这里的很多就是含有这个就是酒精消毒的这样的洗手液呢 最近是卖的非常的脱销了已经 第二点生病的人应该待在家里强调 那第三点生病的人如果一定要出门的话呢 你要注意比如说用这个手肘护柱打喷嚏啊 然后要注意一些社交礼节等等 这是他们强调的三点 那另外呢在普通大众他们在广泛宣传的时候呢 同样也是有这三点要注意 首先第一点就是勤洗手 第二点就是要有一个两米的社交距离 那包括我之前收到的一个 这边的一个商场给我发的这个邮件 也是特别强调说大家要学会这个保持社交距离 而这边的人大家都知道 以前很多见面的时候 就是行这个贴面亲吻这个礼嘛 那现在大家也变成 比如说碰一下手肘啊 或者碰一下脚肘啊 用这些相对有点幽默的方式来 重新来建立一个 在这样情况下的一个社交的礼仪 那第三点他们就会强调说 如果你出现了任何不适的症状 你要自我隔离14天 这是他们目前大众 就是比较全面接受的一种 预防这个新冠病毒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所以啊大家看 因为东西方对口罩这件事情的完全不同的这个观点 让我们在海外的华人呢 处境非常的尴尬 因为我不戴口罩 我自己出门 我害怕 我戴了口罩出门 别人害怕 所以大家都处于一种很尴尬的境地 其实最好的办法呢 就是说待在家里不要出门 哪都不去 这个问题呢 在一两周之前是非常困扰我们的 因为我上班的时候 我的华人同事 我们每天讨论的最多的就是说 哎呀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戴口罩 我今天在地铁里要不要戴口罩 不戴口罩 我心里我心里害怕 我看谁咳嗽 我心里不安 没有安全感 但是戴了口罩 我又老觉得别人异样的看着我 就大家真的是每天上班 讨论的最多的 那这个纠结的情况呢 从三月中旬开始得到了改变 因为在三月中旬的时候呢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他的这个夫人感染了新冠病毒 也就是从这个那条新闻爆发开始呢 我可以非常明显的感觉到 整个城市的人们突然间开始紧张了起来 大家开始去大的超市 囤积各种物资 而很多公司也开始宣布 让员工们可以在家来工作 就不用上班了 很多的学校呢 也宣布暂停停课 那目前给到的通知呢 是大家可以在家两周 那目前整个城市的 像比如说上公共的这些图书馆啊 游泳池啊 这种各种中心啊 都已经是不对外开放了 那同时呢 在很多的活动 因为这里要说一句 因为蒙特利尔呢 一般是在夏季开始变得非常的活动很多 然后开始变得非常的活跃起来 而一般在三月份 本该在这个时候呢 就开始为夏季的这个忙碌来做准备了 包括很多的 大部分的企业啊 公司啊 很多都是为夏季 来开始忙碌的 但因为现在的这个新冠疫情 公司企业呢 都是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我的很多朋友跟我一样 也是在家工作这两周 未来的情况呢 还在等待的通知 总之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在家待着了 正因为这样的这些情况下来呢 目前我和我的很多朋友 在面对目前这种情况 就是出门戴戴口罩 我们现在的解决方法呢 都是说 我们会戴着口罩 去华人超市来采购东西 你戴着口罩的时候呢 就是走到华人超市 所有的人 包括工作人员 大家都是戴着口罩的 那彼此这个视线交错的时候 就会非常的 心照不宣 特别的有安全感 但是对我来讲 我就会避免到这个西人的超市去采购 因为我会觉得 第一就是有一点点心虚 我就怕别人就是用异样的眼光看我 那第二点 我不戴口罩 我自己不敢去 我会担心 就是因为大家都不戴 我自己不放心 所以目前 就是大部分人都是这样 就尽可能的在家待着 而去华人超市来采购 戴着口罩 那另外我们当地的现在这个网购业务 也突然蓬勃的发展起来 就很多的这个超市 它都是有外送的这个服务 然后很多的华人的这个微信群里 也有一些各种做这种吃的呀 各种做饭的这种送餐的这个服务 也是我们自己面对 现在这种疫情的 下面的一个生活的这个方式 那总之呢 在现在这种特殊的条件之下呢 很多的公司企业 整个社会的民生 都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 而这一次呢 加拿大政府呢 就是做的也比较好 因为特鲁多政府宣布说是 拿出了820亿的援助金 来作为一个补偿的政策 在这个政策当中呢 就比如说失业的人 他可以有一些领取 我们这里说的EI 就是失业保险 因为很多人因为 在这个期间不能工作 或者他的这个行业 受到比较大的冲击 停工了之后 他就面临着失去饭碗的这个情况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是有特殊的渠道 可以领取到EI的 那第二点就是 有孩子的家庭呢 政府也是增加了牛奶金 就是给小孩的这个补贴 这块费用 然后对很多企业和个人呢 是延付了贷款 就是你符合条件的情况下 像你的房贷啊 你企业的借贷 都可以延期来支付 还有就是对企业的一些 紧急借贷的这么的一个条件 还有以及低收入家庭的 等等帮助 很多人都说呢 在加拿大你找不到好的工作 然后赚不了大钱 但其实呢 在像这样的情况 突发的情况来的时候呢 我个人觉得 确实体现了 加拿大的这个福利 是比较完善的 就是当遇到这些突发的情况 你的这个作为 特别作为普通百姓的这个安全感 还是社会安全感 还是比较好的 就是你不用担心自己会受到巨大的冲击 就一下子就 一时都受到了影响等等 那因为这次事件呢 我觉得要给特鲁多政府 在这件事情上点个赞 那目前为止呢 我已经在家工作了一周了 那之前呢 相关政府部门 也是建议大家 在两周的时间 就是密切关注 然后很多的公司也是暂时放了两周 让大家在家工作的这个 这个期间 但是呢 刚刚我看到了一个 在蒙特利尔当地的 最新的发布的官方新闻 是通知 在所有的大型的人群 聚集的这个场所 比如说shopping mall 比如说这个理发店 比如说餐厅的这个唐室区域 目前都是宣布 要关闭到5月1号之前 所以在5月1号之后 还会怎么样 我觉得现在也只能静观其变了 那如果有任何最新的消息 我会跟大家update 好了 那感谢你收看我今天的这个节目 如果你有任何的建议和意见 欢迎给我提 如果你觉得我的分享信息 对你有用 欢迎点击订阅我 我们下回见 拜拜 拜拜